嗨 大家好 我是大飞 今天车轮胎又砸了 这是我从云南到西藏以来 这是第二次砸台 云南砸了一次 车子现在放在那边 躺上了 看一下吧 刚才上这个坡的时候 是的 这个车没有进了 就是骑不动 下车一看车太扁了 我从半山腰推过来的 在这个路上也没有地方修车 然后转到了这边 把车子放在这里 就上来也不知道赶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内胎有没有赶费 搬下来看一下吧 先把轮胎拆开 看一下 那是哪里漏气 把内胎装上去 看看内胎 是哪里漏 找到了 这里 粗粗的 这里 这里一个小眼 能看得到的 一小黑点 找到了 就是这个铁丝 还扎在里面呢 这么长一个铁丝 就他把我轮胎炸坏了 这个内胎已经打磨完了 然后胶子也已经贴上了 现在亮了一会儿了 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个内胎填住 把气打上 好了 差不多了 刚才修灵胎的时候 然后发现我这根 长上的车夫条 断了 然后去走共看一下有没有 有的话需要把它换了 要不然这些都 一根一根都会断的 断一根就会慢慢断 所以说这个去走共以后 看一下有没有 把东西收一下 准备出发了 修个轮胎 这一路上来了这么多汽油 都在这边休息 等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出发了 来是够 出发 我是大飞 现在天在下雨 一天扎了两次 轮胎又扎了 现在又没有去了 现在下雨也没法走 东西都放在这下面呢 现在等一会等雨小一下 看看 把这个轮胎再修一下 现在轮胎 又没去了 到底了 现在下雨没法弄 等雨停了以后等一下修一下 看什么原因 一天呀 两次 揍死了 揍到家了 现在雨停了 收一下东西 然后看那轮胎怎么回事 今天认太倒霉了 又没去了 扎了两次 同一个地方扎了两个窟窿 今天修的那个 还是好的 又在这个地方扎了 肯定这个轮胎里面还 那个位置肯定还有那个 坏的地方 里面有铁丝 没清干净 应该是 今天中午扎了这里 然后 今天下午 又把这里扎了 哈哈 我真是服了 用手抹一抹 抹匀后 今天我应该去买台票的 你带我跟你说 你带跑去 我跟你说 带跑去 我换心态 不是你换心态 不喜欢心态 是你浪费时间 你知道吧 那 你看这泡茶又修好了 哎 出发 东达山 东达山 海拔五千一 耶 我们已经吃了 你了 哈哈哈 谢谢